今天来啊,把这查表法给大家刷一下啊,就这查表法怎么用是吧,老师你光说这这个精致的东西,我这我也不太熟啊,这这个 我就不太会算精致,对吧,那你说查表法怎么用的话,我就有点用不起来,好吧 咱做练习把查表法说一说,那这怎么用啊,哎,生活中这种查表法用有没有啊 我告诉你啊,老师你还想,有吗,没有啊 我告诉你怎么去想,你别人瞎想懂吧,查表法的应用啊,你得先复活他的特点,他啥特点呢 首先,有对应关系吧,第二个,是不是在对应关系中的一方上是有序的编号 对吧,欧了,就这么回事,那 你们就还抬杠了,老师啊,那万一我这编号是一百开始 那我害怕吗,我根本就不害怕 一百又能怎么样了,像咱这屋子,IP地址可不就一百开始了 设计啊,那又能怎么样呗 一百,一百零一,一百零二,欧的呀 你给我一百,我把一百减去多少 一百吧,低数嘛,对吧 你给我一百零二,我把一百零二减去一百 是吧,二脚标 你懂我意思吗 懂的,只要有序的,第一个编号就欧不了 请问着大家,你得使用查表法,对吧,查表法 你得找到啊,刚才我说的那些小东西才小,好吧 有没有人,举个例子大家,星期有没有 啊,就是嘛,星期啊,星期三啊,星期三对应的那个英文怎么写呀 星期四对应的英文怎么写呀 听懂吗,这些东西是不是往里传的啥呀 数字就可以了 啊,床一,Monday,床二,Tostay,是不是啊 这这么弄才靠谱了,懂吗 那么大家,星期四对应的特点 有一方是字幕范吧 另外一方谁 啊 有序变化嘛 什么一样对付七啊 那就完了呗,咱写嘛 是吧 然后有时候会比较,不爽在哪呢 就说老师那个,你刚说的字幕范这个,我不用 字幕范这个是这样的意义的哈 就是死菌,明白吧 S等于ABC 看到吗 这没什么可讲的哈,不然我说不会啊 是不是出于类型 是不是变量名 是不是出发质 跟印的F等于三有区别吗 没有啊 格是一模一样的,好吧 这就是死菌给予的方式 OK 那么接下来大家往这看 Public Static 我们是不是返回一个什么 啊 返回一个,你往里输入二的话 我是不是反映一个星期二啊 哎,都不算了吗 所以叫死菌 能懂了吧 guide wake 获取星期 给我一个数就可以了 大家 咋做呀 是吧 先给予表 你懂吗 现在 哎 胡说了吗 数据多就存 这什么有没有规律 有规律的话正好可以使用查表法来解决 这就是我们说的 查表法的应用 里边全都做饭 就OK了 为个死 大家等于大括号 这里边往里边扔东西嘛 够号当当嘛 然后把这一复制 一复制就是 这个 我就不写英文好吧 写中文更好复制 复制 粘贴 复制当当当当当 是东西吧 是吧 那就弄吧 请你解 一是吧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 六 星期日 你懂吧 嗯 搞定了 当然让我给你说一点 这边有插曲就是 咱中国的和外国不太一样 知道吗 外国的星期的第一天是星期日 懂吧 我们星期的第一天是星期一 那这不一样 嗯 咋弄啊 柯老师我给你个一 啊 给我直啊 咋弄啊 就把他作为脚标 什么查表去啊 嗯 那就完了嘛 每天啥呀 美客死 中国号 发现那么容易的情况 哎呀 还想着写一定的是吧 非常好啊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你不愿意检验可以吗 当党 对我 我这里边说多带个值 嗯 我忘了 你给我写个一 我这不查的是脚标一的元素 那就把人事搞吧 对吧 但是别忘了 老师给你扒呢 那就废了 那怎么办呀 要加入健壮性的判断 说什么叫健壮性吗 啊 健康 强壮 OK 人不也健壮吗 对吧 OK 判断的时候 number怎么样啊 如果你搞那数大于是7 有没有 或者number的数小了几啊 小于是1嘛 对不对啊 我就直接弄啊 叫做什么 反为当当吗 当是啥呀 叫做错误的什么玩意 星期一嘛 非法 或者非法的数据嘛 就这意思 或者没有对的星期一嘛 都行啊 你爱怎么弄就怎么弄 好吧 那么老师真假的 能喜欢这个 get get 为客 那个 是 我这随便弄吧 此句 为客等于 一二 这都给力 然后呢 就来一个叫做 我就算了吧 我直接来个为客得了 欧巴 清不平 来一个 array test test for 编译 test 编译 你瞧 是这个吧 他就完了嘛 啊 什么1啊 是吧 这都可以弄 ok 然后你来个7啊 是吧 哦 了吧 然后你来个71啊 编译 编译 别行 是这个是吧 那就完事了嘛 你可以把表改了嘛 对不对 这表时候可以发成英文表啊 啊 嗯 嗯 旁边搞个按钮选择一下嘛 根本点 中文 我就往里传这个表 可以吧 根本点英文 我就往里传 Monday 什么Tuesday Wednesday For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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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turday Monday Monday 对 对 这个行星班的 3的 这样吧 对对对对 哎算了算了挂了挂了 这后这个 长条法的应用大家 其实说来说用来说用的速度啊 对吧 给他写的名称不是好记吗 这种编成手法吗 对吧 ok